看到就是高铁了也因为不堪长期的财务亏损 在今年三月首度的减半之后 将恐怕会裁员三百多人了 高铁说呢前天是已经发信给通知员工 即日起到27号是可以提出申请优退离 而申请的员工是可以任职到六月底 七月开始正式离职 就是有员工表示说公司突然通知 一个星期之内就要做决定 根本是措手不及 还有员工说公司虽然说是没有要精减多少人 但是传出最多可能会砍一城大约是三百个人